主席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各位立席官員 請 張部長 請張部長 早 今天這個基準法 事實上要從幾個大面向來看待 就是從整個 整個 台灣的人私法令的發展史上來看待 從這個角落 從這個演點 因為工人符法是民國二十八年 開始立法 發言就要說是新政時期 開始立法 那這個立法以後 到民國七十四年 考試驗通過他施政綱領 表示要修 要創設 要定工人符法 創設這個基準法 那七十四年到現在 四度 四進四出 兩千年的時候 五月份曾經進來立法安 但是 整個 整個 四進四出之後 判決要說 這個 好 遂前行政版本 送來立法安以後 再 總共送了四次 現在是五度 第五度扣關 這第五度扣關的時候 回顧這 前面的四次啊 我想 八 第七屆也沒有省 第六屆也沒有省 第五屆也沒有省 所以唯一省的是 兩千年的時候 兩千年的時候 四月份 在四月份 大理討論過一次 就停止了 這麼一個重大法案 為什麼到立法案 四次送進來 只有像這樣討論過一次 就停下來 大家要去 思考這個 到底為什麼 可 可不可以讓我講一句話 你等一下講好了 一個法案的推動 跟首長 有沒有心意要通過這個法案 關於非常密切 關於你 我是非常積極 我去年 送來 七十四年以後的時候 考試院長都不行啊 不是 跟首長的 企圖心很有關心 你這個法案不一定過 你不要那麼積極 這個法案裡面矛盾很多了 不 基本上 從這裡來看待 那我們要回頭過來 為什麼要立這個法案 你要統合所有的 公務人員的法令 現在有十八種 法規有十三種 然後人事規範一百九十幾種 你要統合做一個 上位性的 縣市條款嘛 對不對 你這個在上位性的縣市條款的時候 人家講這符合事業潮流啊 從民國七十四年到現在 以二十七個人投資業潮流 也不是這樣 也不是這一套的啊 美國也不是這一套 英國、日本也都不是這一套 我們現在是這樣 你現在提醒很清楚 已經有十八個法令 然後三種 歸當 還有一百多 一百多幾種的命令 已經 已經非常煩多了 然後這樣煩多的法令以後 你已經 耳擬成群 你才處方經營 要去找個父母 這很奇怪啊 這耳擬成群了 你要處方經營 要創設一個父母 創個母法出來 這三位的法令 這是第一個問題啊 所以呢 你這個 坦白講 這屌無心意啊 你這個整個法 看一看 屌無心意 想要說我們 你們看平台下一千塊 要上班要準時 上班要準時 這什麼東西啊 服從命令 你這個法 第一個 我們從你這個法 我這樣仔細看了七十一條 事實上第一個 第一個齁 第一個就是 為立法而立法 就像現在鎮守稅一樣 為了鎮守稅 為了鎮守稅 搞了股市已經增加到一兆六千多億了 還在搞 然後收不到稅金 你就是為了改革而改革 為了立法而立法 這是第一點 第二 完全跌床加護 只要很多法令 你去那邊寫半天 換個其他法令都有了啊 完全跌床加護 第三個 沒有法則 這是目前 你這個公務人員基準法的狀態 這樣也沒有關係 張部長 我跟妳講 這個基準法第一個違背什麼 是違憲的 是違憲的 現在我來講公務人員是要經過考試才會叫公務人員 你把政務人員都擺進來 這個已經違憲了 你這整個法則怎麼寫 這是一個最嚴重點嘛 現在這個條件 第八 第六條寫很清楚啊 所謂公務人員 是經過國家考試 及格進來才要公務人員 你在裡面分類裡面有政務人員 財務人員有法官等等 所以第一個 你這個法已經違憲了 我想這樣 經過政務人員條文 第八章 對不對 第六條文 我不知道妳整個營機在會前 不知道搞什麼功能 這個最基本一點已經違憲了 你把政務人員擺進來 政務人員怎麼是公務人員啊 你政務人員把它定在這裡 就已經違憲了 然後妳來弄一個藏務人員 這個藏務人員 在所有的公務人員法令裡面 你沒有看到這種藏務人員 你這個地域立法經濟原則 你還修多少法令 把這所有的能源 改成成為公務人員 這是一個很大的 立法不進去的工程啊 所以你噴到 總的來講 二七年以來 交集的 很破裂性 導舊立法了 為什麼經過世界立法 第四五六七八五屆 現在第五屆了 進來立法 盒子兩三百個人 我想說這個法只審過一次 你要去想清楚這個事情 不要為了立法而立法 沒有辦法解決這個違憲的問題 第二個 這個你沒有 你要照 你要照 第一七日修憲的時候 民國九十三年第一日修憲的時候 憲法政權條第三條 第三項第四項 把整個 中央機構 中央政府組織基準法 來基準法 這修得很清楚 所以我後面 把這個 這個法 符合憲法 憲法原則 所謂基準法 事實上是一個 你看 我們中央政府組織基準法 好想知道我這個人都很清楚 這基準法還選很清楚 中央部位要幾個部位幾個部位都選很清楚啊 你現在的基準法是一個宣誓性的 這個宣誓性 事實上什麼都有了 什麼說法裡面都有了 假如真的有問題 你早就 早就要有問題出來啊 所以第一個 你這個基準法 你用基準法的樣態來取 現在所看到的基準法裡面只有一種 叫做政方政府組織基準法 你公務員搞什麼基準法 那我們來看民國八十九年 民國八十九年有設有科技基本法 八十八年有設有 有立法通過交易基本法 九十年通過環境基本法 這是用基本法的概念 當初在設有科技基本法的時候 是把它弄成最上位性的法令 所以這個這個 這上位性法令 然後才有底下 衍生底下 那時候很多立法都沒有很清楚 慢慢立一些法出來 這樣 你現在是倒了好驚啊 而你曾經大規的話 你現在昨天找個父母 然後這個父母的名字也沒有把它取錯 啊 姓張文也沒有 可不可以讓我解釋一下 可不可以讓我解釋一下好不好 第一個 你這個東西等一下 那個時間有限 我把這個幾個概念想講講好 我最主要就是說 我對這個法案 我 我們要從大面向去談 對 然後回顧這個歷史 那為什麼都 立法案都不會處理 那現在有什麼問題 請教我只請教客人一個 我們現在定的公務員基準法 比如我們現在的 二十八年的公務員服務法 好還是不好 二十八年的公務員服務法 現在目前已經定了八十年 總共只有二十六二十八條條文 跟現在的法案已經脫節掉了 我跟你講 這是取代公務員服務法 二十八年的公務員能源法 也一直修 也很有修 這修的都小修 這麼多年來 該修的法案已經修 衝太多餘了 也有這種能源法 什麼都有 全部都有修 我今天就是說 到底 到底 這個基準法的概念對不對 有沒有需要再用基準法 那我要回到後來 大家想一想 我剛才講過 有科技基本法 法技基本法 教育基本法 是三位的東西出來 然後才下的 下位的東西 你現在是 倒金字塔 倒金字塔 先人是法規 一百九九 一百多種 你倒金字塔已經修 一定都有 你在整個翻轉 整個翻轉起來 那變成金字塔 那這個翻轉的動作 事實上有沒有必要 另外就是說 比較嚴重的問題就是說 這違憲問題事實上 沒有辦法處理 我這邊可以解釋 實際上 按照公務員的範圍 依憲 憲憲的發展 它範圍並不是以 考試運用 的 禁用的人員為憲 實際上這個 這個看法實際上 考試運用 你先回答這個 違憲的問題好不好 就 這邊我就說明 實際上 你要只要不回憲的話 你要把它找公務員 基本好 不能公務人員 憲法是想公務人員 是經過國家考試的 所以你要把 政府人員放進來 現在實際上 在公務員裡面 行政員員 考試運用的看法 有很多不是 考試禁用的 這是我們 那是另外一種 就不知道政府人員 還有其他一般 你先做 那我處理 市長現在 說我應該能夠處理 然後 我現在回到另外一個 從馬英九執政以來 這幾年 所有宴記的法案 比如說法官法 總共九十條 一半以上是 一半以上是 行列不同意見 考試不同意見 還有經財也不同意見 你這個法案是一樣 剛才 我還沒有看過這個說 一個法案進來 然後宴記之間 可以不同意見 還在對抗 那個 那個 任市長 任市長 你還上來說 這個五十五條 六十六條問題 這什麼國家 會選 就是搞好 才能進來 結果兩人在那邊對干 他說 支持我們五十五條 支持我們六十六條 這個已經 行政倫理 什麼MG倫理 破壞掉 過去 我今天例如來二十年 連戰當 行政院長 來自民進黨執政 從來沒有人敢這樣搞法 MG倫理 指正以後 怎麼可以這樣搞 欸 你那五十五條 那五十條是不一樣的 六十六條 那六十條都不一樣的 而且 公開在這裡 哪一個 哪一個報告書 再請 請各位委員支持 你們兩個都沒有講好 還要什麼 讓我們支持啊 你要把這個責任推給立法院嗎 這切干擾只有以後的政府 沒有政府是這樣搞法的 持平和論 我現在問你加薪啊 中央選舉前不是有加薪三趴嗎 我現在花了兩百多億 對不對 是的 那加薪是行政院定還是還要配你 行政院他在定之前 在在在整個決策 確定之前 實際上 當時吳泰成 吳人士行政局 前人士行政局長 到考試院來給我們做簡報 有實驗的回答 那既然是這樣 調整 新制結構 等等 你們的版本 無數條是要會考試院 那行政院的版本是說 你們考試院沒有錢 就是中央提普啊 基本上 實際上 行政 發動行政 讓黨幹的 他全部用政治處理啊 吳人士當年就是為了 總統前期這樣搞 所以我跟客人報告 基本上就是說 調薪他還涉及到 退休輔訊 這退休輔訊實際上 實際上是 中央是你們這一塊 那第二個 上一次調薪是 王岸前回合一算法 王岸前回合一算法 對不對 然後你考試也沒有 也沒有未知啊 全部政治處理啊 所以整個國家的典當制度是 嚴重破壞的國民黨 是吳敦義 馬英九 不要說最近 最近這個明豔的問題啊 那從這個 從這個法 我再看一下 你們兩個報告 其實要全部看一下 事實上你們要處理 我只有一個核心東西啊 他們還 還說公務人核心價值 由考試驗來定資 這很奇怪 核心價值 可用定 考試驗定核心價值的 也有這種條款啊 啊 因為 你不是他 我講完之後 你就回去想一想就好 他不是 連說明都說明不出來的 王岸前 他們的地場他不堅持 行政院版本他不堅持 你們考試驗版本 公務人的核心價值 有考試驗定資 我請問你們要怎麼定核心價值 什麼叫核心價值 我們政治有核心價值 我們核心價值 要從來執政 這樣聽得懂嗎 這樣簡單明瞭啊 各位我們現在已經有核心價值 有啊 公務人核心價值 公務人要永遠認識 你怎麼這個話 怎麼樣 這實際上我們都定出來了 那是做人道理啦 對啊 做人短斷 什麼叫核心價值 本黨核心價值 從來執政要跌 就是這樣啊 好不好 所以你這個東西 就定得 只有一個東西而已啊 反正你們這裡面 我直接看一個 結果這個有考基 要討害制 攻擊主義 還有要訓練的時候 要併入考基 考基裡面 財務員都派一些 用人家在那裡肚子的 只有這一點才有改革 其他都沒有 不不不 我這個客人都不知道 這個東西要考基我去處理就好了 第一個客人 就是公務人員的權益啊 在其他人 都派一些 派一些 在那肚子的 去那肚子 第二行政中的法律 是也在這裡面啊 行政中的法律 醫生都有在交易啊 哪些人否則醫師知道哪 要取消的啊 你們 這個法只有 一個事情 什麼 至於其他 什麼 我看其他什麼 現在這律 律迴避啊 這律迴避 非常好的 職務代理人的法人 這個都不重要 最重要只有一個而已啊 攻擊主義 論功懸賞 要有淘汰機制 只有這個觀念而已啊 那這個考基法去處理 那客人呢 既然功績主義認為是必要的話 就百百點 包括你們的調心 那你們 你想修了五 你們也很重要 調心的 要基本 基本環境 以及志願整合 就考試驗和這個 考試驗和能力訓練總級 這個工業功能訓練志願整合 這兩個條文 全部 意見不一樣 所以整個看起來 你這個法 你這個只有一個 攻擊主義 淘汰制度 這個 這個是 還有一個 這個考計法去處理一下 你考了一下考計法 都不能衝進來 還有一個法則 很多都沒有法則 我跟你講 你這個太現實條 很多都沒有法則 既然是三位性 所以我認為 本委員會處理這個法案 第一個 不必審 第二個 要什麼 重寫 要寫人很簡潔 而且 原則要寫很清楚 除此之外 別無他族 所以 那個 趙偉 你要了解這個現實狀況 第五度扣寬 送來立法院 總共的五屆送來立法院 一般只過大幾次 代表 代表 前面的那前輩 立法院的前輩 都會有一件看法 先開工 聽會再講 最優先順序 就是 拿回去好了 第二個 真的要弄 你回去改一個版本再來 我說 本席幫你選一個版本好了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客人 接著請林鄭二委員發言